梅根和哈里返回美国,40岁威廉松了一口气,王室闹去告一段落 哈里的王室地位一落千丈,辞去一切头衔后,并没有得到宝贵的自由 而是时刻把自己卷入舆论漩涡中 比起养尊处优的威廉王子,哈里根本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 梅根和哈里已经返回美国,40岁的威廉松了一口气 王室闹去暂时告一段落 两兄弟之间一直存在矛盾,没想到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可见利益面前任何人都要靠边站 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草 梅根夫妇却抢足了风头 大众都希望两兄弟可以重修就好,至少可以并肩站在一起 但是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 根本原因是利益分配出现了问题,并且对彼此极度不信任 这才导致出现这么多闹剧 俗话说,兄弟齐心齐力断金,然而威廉和弟弟彻底形同陌路 甚至同框的时候也是零交流 不少王室专家持悲观态度,认为两兄弟存在很多矛盾 甚至连坐下来谈谈都不可能 两位公爵夫人更是关系紧张 在女王的葬礼上演攻心计,立刻登上国际头条 根据英国媒体爆料,哈里和梅根遭受了很多不公平待遇 因此,国葬一结束立刻返回美国 温莎家族跟哈里划清界限,所有人都没有好脸色 梅根夫妇肯定待不下去 国葬期间一直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哈里和梅根离开后,整个王室都如是重负 威廉夫妇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用将精力耗费在功斗中 将重心转移到家庭和公务当中 出席女王葬礼的宾客有两千位 即使在这么庄严肃木的场合 两兄弟还是内斗不断 当所有不满情绪都写在脸上 即使是神仙也没有办法 大众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梅根和哈里感到处处被打压 待在王室一刻都不舒服 威廉夫妇也有同样的感觉 只有两兄弟分开后 英国王室内部才会平静一些 不会整出惊世骇族的大新闻 如果不是有老照片作证 甚至不敢相信他们是两兄弟 可见现在关系有多差劲 王室专家尼尔肖恩爆料 哈里夫妇递交了书面信 希望通过会面消除误会 但是却没有得到批准 白金汉宫的工作人员也透露 当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离开王室的时候 威廉夫妇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场宫斗大剧暂时告一段落 也不用每天过提心吊胆的生活 有知情人告诉名利厂杂志 威廉王子这次彻底含了心 甚至开始记恨哈里 王室内部山羽越来丰满牢 哈里和梅根还不断煽风点火 导致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查尔斯王子秉公处理 没有给阿琪和莉莉殿下的头衔 彻底惹恼了哈里 对于前王妃梅根来讲 根本咽不下这口恶气 因此才会频频唱反调 显然哈里不是省油的灯 人虽然已经离开王室 但是自传却照样要出版 由于女王已经离世 内容会更加劲爆 甚至要让整个王室猝不及防 更何况 梅根夫妇还跟王妃合作 签署了一亿美金的合同 当然需要话提动 如果王室继续放任 很可能沦为哈里夫妇赚钱的工具 温莎家族百年的声誉 也将复之一句 威廉王子真心真意 想要修补关系 但是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却另有目的 双方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现在哈里不需要和睦的家庭关系 而是把流量放在第一位 因此对哥哥的付出视而不见 英国王室内部的撕裂还在继续 哈里的表现实在令人心寒 尤其梅根不断作妖 在女王的葬礼上演鳄鱼的眼泪 这对夫妻真是又蠢又坏 相信为了流量和关注度 哈里夫妇可以无底线抹黑王室 难怪当初女王不同意迎娶梅根 或许已经预料到有今天 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38岁的哈里王子不是小孩 应该具备明辨是非的能力 但是现在像是被梅根精神操控的一样 处处维护妻子 还有人称赞哈里是宠妻狂魔 这个观点真是无比荒谬 威廉王子生下来就是未来的君主 哈里只要不接受这个设定 就会一直跟王室对抗下去 人的出生顺序和出场顺序一样重要 哈里要学会当配角 而不是一味跟哥哥竞争